全世界最愛玩鳥的國家 當然基本上都是以東北 中亞或者是歐洲地區 那最會炒作這種所謂的猛禽市場 當然我們第一個知道就是中東 對不對 那中東 什麼金錢爆啊 什麼老鷹啊 中東有三寶 那三寶有分兩種 一種是貴族三寶 一個是土豪三寶 土豪三寶是什麼 猛禽猛獸開操跑 所以中東土豪一定要有這三種元素 中東的貴族一定要有猛禽猛獸 秀軍火 一定要這三種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講 所以猛禽都在裡面 不管你是土豪還是貴族 所以十個土豪啊 九個土豪一個特別豪啊 他們都要玩猛禽 那猛禽為什麼 他們猛禽裡面特別喜歡的是準類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只有準類才叫做空中霸主 其他的都謝謝在聯絡 那你就是準還是什麼 準因為在空中輔衝的速度 比高鐵還快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子的猛禽 在空中才叫做霸主 其他的鳥 什麼從樹上飛下來的 從石頭飛下來都不算 所以他們覺得在空中 那準是從哪裡飛到哪裡 準是從空中飛到空中的 所以他們覺得控制這種鳥 才叫做厲害 那裡面準類裡面 大概分成 大家比較知道 就分成了油準 裂準跟毛準 三種準 那個毛準的大小 比現在我這邊這一隻 再大一些 那裂準比它再小一點 那油準是更小 你這隻準不準 這一隻不準 好 那為什麼毛準特別貴 大家都知道東北 在大陸東北這個地方 或者西伯利亞這個地方 養這個毛準 大家就有一個外號叫什麼 海東青 所以古代的人東北人 就是抓到用海東青 抓到這種天鵝之後 把裡面的這個珍珠拿出來販售 變成有錢人 天鵝的樹囊有珍珠 有珍珠 有一種特別的這個 特別的情況就會有這種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好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 其實在中東也是非常流行 據說全白色的毛準 毛準最大型的全白色的 一點斑你都沒有 他知道你在叫他 結果他並不是毛準沒有關係 全白色一點斑點都沒有 而且不是白化嘴巴黑的 號稱在前幾年的價格 直接多少 330萬美金成交 等於約略9900多萬 一隻全白色的一個毛準 那但是後來他們覺得說 這樣子的毛準 雖然選美很厲害 然後飛也很厲害 但是速度沒有列準快 列準比他體型小一點 速度更快 所以於是乎他們用列準跟毛準 去做所謂的混種雜交 生出了玫瑰色的這個毛準出來 玫瑰色的價格 玫瑰金 玫瑰金 這樣子的價格的 這樣子的品種的這個毛準 竟然價格也要台幣兩三百萬以上 好 這個還不夠 他們覺得飛行速度最快 等一下 你英勇的貴族在打獵 搞一隻粉紅色的準來像話嗎 玫瑰金 玫瑰金 他們 這算什麼 他們的槍也把它弄成 把它玫瑰鍍金 所以這個就厲害了 他們覺得全世界飛最快的 不是毛準 也不是列準 其實是有準 有準的時速 大家都知道 日本一個重機叫海阿布莎 就是用有準的概念去設計出來 有準是全世界 俯衝速度最快的鳥類 比毛準 列準還要快 但是有一種毛準 有一種列準 對不起 有一種有準他們絕對得不到 就是從我們菲律賓北上 經過台灣本島 一直到日本避寒的油準 這種油準可以渡海 他們中東絕對拿不到 有一次他們就派了一個人 透過蒙古朋友私下來找我 找我要幹嘛呢 希望我幫他抓台灣的油準 然後交到日本公海 他們想辦法把它送到哈爾濱之後 再用內陸送到中東 他們多少錢多少隻全部收購 人家要避都要去 人家去避還裡面要帶去中東 結果呢 結果我當然不敢接受這樣的商機 因為這非法的嘛 完全非法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猛禽其實沒有分所謂的高貴之分